老外觉得反光镜实在是太小了 影响自己的驾驶技术 于是就换成了两面非常大的镜子 前面的镜子真的是太大了 虽然镜子非常的大 但是视线感觉没有多大的提高 走到路上反而成了人们眼里的焦点 对摩托车的车轮进行了改造 把橡胶的轮胎换成了 剪子看起来非常的吓人 这样老外不怕扎到自己吗 换成剪子之后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 摩托车的摩擦力大大增强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了 竟然又换成了两个滚筒 这就是把两个铁皮水桶给装了上去 看起来就好像是压路机一样 换成滚筒之后 摩托车的速度也是大不如以前了 当然也是一点压路机的效果也没有 而接下来竟然把滚筒给换成了煤气罐 把煤气罐固定到了支架上 然后装到了摩托车上 虽然这个煤气罐里的气体已经排干净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吓人 真是什么东西都能被老外拿来当做车轮来用 老外慢慢的把摩托车给骑了出去 行驶起来并不是很稳定 可能前面实在是太宽了 也很难操控 老外一不小心差点撞到墙上去 当然这种改造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